哎呀 我的精神快要被追走了啦 把小孩先送到幼儿园 家长再打小黄去上班 冒着风雨也没话到 11号台北市照常上班上课 但家住新北市的老师可不敢缺席 今天是可以不用上班 可是幼儿园小朋友家长都送来啦 老师也不能不来吧 老师很无奈 双北生活圈放假不同调 一大群小孩都来了 难道放牛吃草 幼儿园警卫也一样 一早从新北市中和区赶到台北 开校门巡逻未安 第一个保权先解除 后来开门 这个其实都不用交代 这个还是未来 因为这个我是认为应该做的嘛 有的在钟永和啊 就是南四角附近啊 但是他们今天就是为了小朋友餐点 其实也都来协助啊 比如厨房的阿姨主动来帮忙这样 虽然法律明定 劳工有退避权 而且所在区域子女如果停止上课 家长可以请照顾假 只是家长真心话 那没办法 因为我公司在台北 所有人来上班 我的小家庭也关系 所以基本上家里也没有人 所以也是必须要把家庭拆出来 老师跟我反映说 那以后我的火 跟我搭配的班级的老师 是不是都是要再住台北的 不要住新北的 不然的话 我这样我一个人 我的工作压力就变大了 没有老师来照顾小孩 我们大家是不是把所有的小孩 请科市长长一天的奶吧 台北市拖婴中心也怒了 问柯P要不要帮忙带小孩 老板还发红包 为了从新北市来上班的员工 双北不一致 小孩来了 老师能不来吗 记者郭信扬 烧玉米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好 好